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回顾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过哪些重要的事情。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一天都有很多故事发生,而这些故事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有些日子,因为战争、灾难或者其他重大事件而被人们记住。 而有些日子,则见证了人类的进步、创新和团结。 让我们翻开历史的书卷,了解这些重要事件背后的故事,以及它们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吧。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776年,那时的中国正处于西州时期。 就在这一年10月,诗经记载了一次日识,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记录的日识。 时间来到公元394年,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迪奥多西一事,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在冷核战役中,他亲自带领罗马军队与叛乱者展开激战,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维护了帝国的统一和稳定。 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克里斯托弗·戈伦布,怀着探索未知世界的梦想,从加纳利群岛的戈梅拉岛圣塞瓦斯蒂安出发了。 他开始了第一次横跨大西洋的航行,这次航行将永远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开启了欧洲殖民美洲的新时代,影响深远。 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菲迪南·麦哲伦的船队,在经历了三年艰苦的航行后,终于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 然而,麦哲伦本人却在航程中不幸遇难,最终由船队中的维多利亚号在塞巴斯提安·埃尔卡诺的带领下,反馈西班牙桑鲁卡尔。 1566年,奥斯曼帝国迎来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苏丹·苏莱曼一世去世了,享年71岁。 他的统治时期是奥斯曼帝国最辉煌的时代。 他的趋势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1634年,欧洲大陆上的30年战争还在继续。 在德国南部的兜德林根,新教军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最终,新教军队在这场战役中惨败,对整个战争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1885年,巴尔干半岛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经过多年的斗争,东路米利亚脱离奥斯曼帝国,并与保加利亚亲王国合并,为巴尔干民族国家发展奠定基础。 G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但威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1901年,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在参加泛美博览会时,遭到无政府主义者李昂·佐克兹的枪击。 麦金利总统在遇刺后八天不幸去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遇刺身亡的总统。 他的死震惊了整个国家。 1930年,阿根廷政局动荡不安。 阿根廷军官何塞·乌利·乌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激进公民联盟及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格言, 开启了阿根廷历史上长达数十年的军政府统治时期。 这一事件对国家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7年,面对日本全面入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停止运作,成立散干宁区政府,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南非在9月6日向德国宣战,加入反法西斯阵营。 1944年,随着诺曼底登陆的成功,盟军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9月6日,盟军解放了比利时的伊佩尔,这座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遭受过毁灭性的破坏。 这次次解放标志着盟军在西欧战场上的重要进展。 1948年,荷兰女王威廉敏娜宣布退位,将王位传给了她的女儿朱丽安娜。 朱丽安娜登基成为荷兰女王,开启了荷兰王室的新篇章,迎来了新的时代。 1952年,英国著名的法恩堡航空展发生了一起惨痛事故。 一架飞行表演的飞机失控坠毁,造成31人遇难,震惊世界。 1966年,南非总理亨德里克·弗伦师·维吾尔德在开普顿的一次公开活动中,遭到一名精神病患者的刺杀。 维吾尔德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的遇刺引进了整个南非社会。 这起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1968年,非洲大陆上的一个新国家诞生了。 位于南部非洲的斯威士兰宣布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成为非洲最后一个独立的君主制国家之一。 1970年9月6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劫持了四架飞往纽约的客机, 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黑色九月事件。 两架飞机被迫降落在约旦道森机场,一架在开罗,最后一次劫机在伦敦附近被挫败。 1976年,冷战期间发生了一起轰动的叛逃事件。 苏联飞行员维克多·别连科驾驶米格25战斗机叛逃日本韩馆机场,引发美苏外交风波。 1978年9月,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戴维英举行峰会。 经过12天的谈判,三方签署了戴维英协议,为中东和平进程迈出重要一步。 1984年9月6日,韩国总统全斗焕对日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 这是韩国总统首次访问日本。 这次访问被视为韩日关系改善的重要里程碑。 1990年9月6日,香港撒田第一层发生煤气爆炸事故,造成一死八伤。 这次事故引发了公众对香港燃气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 公众对燃气安全的讨论持续了数月。 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的临近,俄罗斯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寻求独立。 9月6日,俄罗斯列宁格勒市民经过公民投票决定恢复使用圣彼得堡的原名。 这座城市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1年,苏联的统治走到了尽头。 9月6日,苏联承认埃萨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独立,标志着苏联解体的开始。 1997年9月6日,戴安娜王菲的葬礼在伦敦西敏寺举行。 全球数十亿人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为这位人民的王菲送上最后的告别。 2001年9月6日,世界各国领导人齐举纽约参加联合国迁徙高峰会。 会议讨论了联合国的角色及应对全球挑战。 2001年9月6日,一个普通的女孩在中国江苏镇江出生了。 她的名字叫黄雅斯,小名小红。 这个平凡的女孩将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令人期待。 2002年9月6日,加拿大魁北克省高登法院做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决。 法院要求联邦政府在未来两年内实现加拿大同性婚姻合法化, 为同性恋权利争取迈出了重要而关键的一步。 2002年9月6日,白俄罗斯青年团和白俄罗斯爱国青年团合并成为白俄罗斯共和国青年团。 这次合并旨在加强白俄罗斯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参与和社区服务。 2008年9月6日,中国北京迎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残疾人运动员, 参加第十三届夏季残奥会。 这场盛会展现了残疾人运动员顽强拼搏的精神, 也体现了中国对残疾人事业的重视和支持。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了文明的进步,也看到了战争和苦难。 但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人类对和平发展的追求始终如一。 感谢您的观看,请点赞并订阅。